好停停停 你看你看我做一个动作 你现在这样的感觉 对吧 这么去往上 往上这么去 那我再给你做一个 那你看是不是 我第二个相对于来讲 就是要感觉是有点弧弦 对不对 就是我的手腕 这个位置是有轻微的一个 旋转往前去翻转的 这样的一个劲 并且呢 刚才你看 你打起线跟打直线 你的你的手腕 是没有任何的调节的 其实不是的 斜线的这一块 你看你绷绷住一点 你往前走也就罢了 那你直线 你也这么绷出去往前走 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在比赛中你就很吃亏了 为啥 因为你在正路球上 打过去的这个点 是打不到很难打对方 这个白边外脚的 你最多给到中路 偏正手这一块的位置 那这块位置 对方是很有可能 正手去拉你的 你要给他摔什么效果 要推到外脚上去 看到没有 你要击球到球的右侧来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个位置 你看这个球打完以后 这个球的弧线是往那边拐的 你要充分的运用好 升跤高 你对你重心的把控特别重要 你升跤怎么起 你升跤重心不到脚不到 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点 所以说水源让自己脚 一定要中心下来 然后根据这个 加一点小的弧线 我招完以后就可以去压了 来发一个 我全面给你做一个 你看我结合起来 找点 走 看到没有 我该顶的 我该赢他的时候 早点去赢他打 慢的 看到没有 我可以慢一个节奏 等 啪 慢节奏 对吧 我也可以 快一个都去顶 快一个都去顶 我可以 轻 轻蹭一个 对不对 你这样感觉你的就活了 一点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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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手挂手指 哎 没关系 稍微有一个往前旋转的一个动作 不要 你看 你看 不要往外 不要往外展 但是呢 你在机油过往中可以往里 往里 就是在原 在原地这一块 你看明白没有 在原地 这一块 这一块有个小的 啪 啪 小的一个翻转就可以了 但是你手挂 不要往外这么去 去斩 啪 啪 啪 你再试一下 哎 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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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